中文字幕提供 這個測試非常簡單 只需要一張釘了洞的紙 以及適用色素 伸你條理出來, 放上紙 在洞裡點點色素 再拍照, 凸起的就是味蕾 放大照片數一數 就知道你有沒有潛質 大家在家裡都可以試試 條理上你看到一粒粒的 一點一點 我逐點逐點計算 如果上面比15點少 那就是一個不品嘗 其實吃甚麼味道不是差很遠 如果我們在上面數到 有15至30粒的味蕾 其實這是一個正常的範疇 大部分人都是這個範疇 你數到比30粒多 就是一個很敏感的人 就是有一個天賦 成為一個超級品嘗 是 現在我們先看保錡牙的結果 這是保錡牙嗎 其實大概已經過了30粒 真的要吃, 因為吃到甚麼是垃圾 對, 其實很難 很喜歡吃薯片 但很明顯壓迫會更多 當然 壓迫這麼厲害 超級品嘗 但這東西是你的先天 究竟你是否有這樣的能力 但就算你不是一個超級品嘗 任何選擇都好 後天是可以培訓 馬上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 對, 相馬的 我們要勉強